這個我很大膽的預言 就是泛藍的群眾其實不必太焦慮 我大膽的預言 王鴻威一定會來做參加這個補選 立委的補選 為什麼呢 這個事情從脈絡來看 第一個脈絡就是我在中間講的話 多半都成真 比如講林志堅今天作弊明天舞弊 後來就發生了這個棒球場的事情 然後我說林志堅會退選 林志堅就退選了 我今天說王鴻威會參加立委補選 王鴻威會參加立委補選 為什麼 這個在我自己本身這個松山信義 其實我對這個地方其實蠻瞭解 我自己覺得蠻瞭解 就是說王鴻威呢 事實上是從2011 為了選2012的那一場的立法委員選舉的時候 就跟羅淑磊就對抗了 那麼最後呢 那時候他還在新黨的期間 那所以還是新黨的王鴻威呢 他當時就沒有獲得新黨的初選沒有通過 所以他沒有選在2012的那一場的立法委員選舉 那緊接下來呢 2012這隔四年是2016 他已經變成 因為他隔年他就加入了國民黨了嘛 就轉換跑道為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在2016的時候呢 他就參加了2012 2016 對他就參加了國民黨內的這個初選 但是呢又這個敗給了這個蔣萬安 蔣萬安是2016開始當立法委員的 那到了這個2020的時候呢 哇他又再一次的再來角逐費洪泰的 這這樣的一個選區 然後呢當然初選也就沒有通過了 於是呢 轉戰立法委員一直是從2011年 也就是11年前的王鴻威 就立定了這樣的一個從政的一個目標 於是這樣的一個脈絡來看的話 今天這樣的一個機會我認為 對大家都提到了這個王鴻威很多的顧慮啦 什麼短期間要參加三場的戰役啊 還有另外就是這個這個中山不熟啦 等等的問題 如果一個2011年就已經設定了 從政目標的這個王議員來說的話 我覺得他沒有說他沒有在經營中山這件事情 就他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些盤算 跟他自己的這些經營的這些手法 只是鴨子滑水你我不瞭解而已 那麼所以呢第二個呢就是這個機會呢 其實非常難得 如果這個機會是給了別人敗選 那麼2014年 巧欣在凱翔節目裡面已經預告了 他其實他是有興趣要去選立法委的 他會考慮 那麼這件事情呢 他事實上他的見指是見指的廢洪泰 一個68歲連任五屆五連任的這個廢洪泰 他已經68歲 於是呢我們非常樂見這樣的情況的發生 為什麼呢其實國民黨本來就應該要鼓勵優秀的這個青年 然後呢能夠更上層樓表現好 然後呢就有更大的這個機會嘛 所以從這個脈絡來看呢 從2011年王洪威他就已經有鋪排了他的這個 從政的這個目標 那二方面呢來看就齊成而言 現在這個區域裡面只有王洪威了 所以王洪威他的兩難是說 哎呀他說他沒有經營大中山 二方面呢他如果說他不能夠這個披掛上陣的話 其實他也會受到很多藍的支持者的一個責難 就因此呢其實他現在呢所做的在我看來所做的 就是盡量讓這個衝擊能夠減低 也就是最後是在一個非常無可奈何 但是為了黨他願意一肩扛下 即便呢可能會有一些指責 但是他一肩扛下 更何況更何況這個吵在林佳龍那個台中 黃國書也是剛剛選上議員 他就是轉戰了這個立法委員 當然當然這一次比較特別 這一次就是在選後的第二天 選後選了以後的第二天28號26號選舉 28號就要開始登記 一直登記到12月2號嘛 所以他接的非常非常緊 那黃國書呢大概是搞了快半年 半個月對不起 快半個月以後 黃國書才宣布的 也就是選舉結束之後的半個月 但是不管是半個月也好 或兩天也好 狀況其實是相同的 只要這個藍軍集中選票 然後同時像我們剛才在檢證 這個吳一龍這個 馮世寬嘴巴裡面的渣男 他沒有口號 沒有政見 這樣的一個非常 非常虛弱空洞 或者你說這個凱陽說的什麼 林志堅第二也好啦 鄭文燦這個第二也好啦 我覺得大家現在選民不一樣了 不一樣了 經過幾年的這個民主的洗禮 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應該怎麼樣去判斷這樣的事情 所以雖然明天截止日 禮拜五最後截止日 毫無意外的 國民黨就是徵召王鴻威 而王鴻威勉強答應 就是這個結果 好我們先插播一下 因為其實簽會主播呢 非常的幽默 他剛剛傳了一個 這個周遇寇的最新PO文 我們可以知道 不掛刊版沒有問題 因為周遇寇已經講了 現在簽戶口還來得及投給農農嗎 所以至少這個節目 一定是歡迎農農去上 就看他敢不敢去上節目 所以呢這個我們多一席啊 這個農夫再加一 凱翔哥我要換你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今天王鴻威議員在你這邊講啊 他確實感覺到天人交戰 也都還是覺得痛苦 但是當然國民黨中央一定有給 相當程度的情樂 或是藍營的選民 有給他相當程度的期待 那藍營有沒有可能有種策略 就是這一次補選上面 先不派王鴻威 那不管是派誰先去一搏 那能不能成功不一定 但可以把王鴻威這張牌擺在 2024這個立委選戰對他好 也對整體來說這個盤還是拿得回來嗎 我覺得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 我非常希望看到國民黨在2024的這個 台北市長的這個立法委員的佈局 就已經全面換血了 包括徐曉欣可以接下松山信義這一區 那王鴻威可以去選中山 跟北松山這一區 就是現在要補選這一區 我如果2024在一年之後 我希望這個局面會出現 那請問一下差現在這幾天嗎 所以我不曉得有很多 從我個人的角度啦 就是有很多朋友講說不行啊 你這是落跑啊 他當了16年的議員了耶 他2024恐怕也是要選這一席立委的 那請問一下他這一次就去參加這個補選 是怎麼樣了 你是說不行 你是說2024他也不准選 不然就是落跑 那所以徐曉欣也不准選喔 那如果2024可以選 2024可以選 可能過幾個月之後晚一點再宣布 那他現在去補選 那問題是什麼 那你又要在那邊叫叫叫說 不行啊我落跑啊 這邏輯上說不太通嗎 還是你真的就在意 不行他要多當這三四個月的議員 不然我就是過不去 這我不懂啊 不然的話就是 不然的話我就不能理解說 到底有什麼不能去選的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當然最後還是要看 就看他自己怎麼決定 可是我就是展望2024 我希望看到的是那個局面 看到的是那個局面 然後也不要說什麼 這個補選先隨便派另外一個人 什麼什麼 那你不是跟這個人整校耶嗎 他不是就是推去死的嗎 全國人民包括自己黨 還有所有人都說 他這是派去試試看的 2024還是換人 那他還選個屁 那你乾脆不要提名啦 所以這種就是屁話 不要講這些有的沒的 就問大家 你心不希望2024 看到徐曉欣跟王洪威同時 在台北市 把一些資深的立委 或是沒拿回來的選區 試圖把他光復下來 或把他守住 那你希望看到的話 那行為差這13個月嗎 我就不能理解啊 對所以我覺得 我個人 我個人其實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他會 他會選啊 他會選啊 那恐怕國民黨不管推誰 此時此刻推誰 恐怕大概都 就他贏面比較大 就他贏面比較大 因為我今天早上 特別去找資料 2020年中山區 大部分的里都是綠的 都是綠營的得票率比較高 那北松山區只有一個里 只有一個里是綠營獲勝的 那北松山當然就是 王洪威的根據地嘛 那中山區如果願意 全黨去服藝人 特別是蔣萬安扮演的是 什麼樣的角色 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如果他願意全力服選 把這場選戰 當成自己的選戰再來打 我覺得其實是有贏的機會 那只要贏了 現在討論這些 都沒有太大的意義啊 都沒有太大的意義 大家就是你能贏就好啦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落跑這件事情 在韓國瑜離開之後 就變成一個非常嚴重的議題 簡直就是滔天大罪 但是我不覺得啊 落跑有兩種啊 一種是你 你是一個民選市長 像賴清德 就被拉去當中央 當行政院院長 民選的市長 像是陳菊 被拉去當總統府秘書長 這個你沒有辦法 經過選民的驗證 選民就只能目送你離開啊 那另外一種 就像韓國瑜本人 也是這樣子的 那所有立委轉戰 其他的位置也是這樣子的 有什麼好 有什麼好在那邊 又不是什麼滔天大罪啊 你一樣要投入選舉 去接受選民的驗證啊 如果大家覺得說 哎呀這個太嚴重了 不可以太嚴重 那他就不投票給你啊 那如果 那他如果投票給你 他覺得這不是什麼 落跑的問題 這是一個換個崗位 繼續為人民服務的話 他就會投票給你啊 那就交由選民 用選票來衡量就好啦 現在有什麼好 大家在那邊真的 臉紅脖子粗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宏偉姐我今天 我完全尊重他所有的決定 但是如果要我講的話 我覺得你就去選吧 你就去選 反正你就是 你就是在基層選舉 選出來的 把一切就交給選民 決定就好了 我覺得 因為吳怡農的狀況 他講說他們不插旗 什麼什麼這些的 這些也合理啦 因為其實也就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 在這個花太多 預算去選舉這個的必要 畢竟他已經選過了 相較於我們講 任何一個人來選 吳怡農是最近一次 立法委員選舉 選過這個選區的人 但是你說他真的非常強嗎 第一件事情就是 第一件事情就是 看到當年2020年的選舉 2020年的選舉 吳怡農基本上是一個 橫空出世的 算是空降來的 空降來的 然後為什麼呢 小英男孩啊 當年蔡英文就是對不對 就是紳士正從龍的時候 然後丟了一個吳怡農籃 然後呢他的包裝手法 就跟民進黨包裝林志堅 包裝鄭文燦的手法 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然後有一個人物設定 什麼人物設定 釋出他這個什麼 特戰部隊行進的照片啊 然後釋出很多農夫 瘋狂的為他尖叫啊 就是把他營造成一個偶像 用偶像的手法來包裝他 然後呢 在這個人物設定之下 大談什麼這個什麼軍事啊 大談什麼要下架 吳思懷啊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包裝出來的 就是一個草包 包裝成一顆肉包 差不多是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果然在2020 可能預算執行完畢之後 然後呢 試圖一度試圖 要把他丟到台北市黨部 給他去歷練 結果後來發生什麼 發生趙介佑事件啊 就發現台北市黨部 根本就是黑的啊 然後你吳一農就是一個空殼子 背後是黃成國在操盤 你只是放在這邊的一個 一個貼在門口的那張門神啊 突然就是看起來光鮮亮麗 是吳一農青年才俊在那邊 其實根本就黃成國在操盤 你下面是誰 你根本管不了 趙介佑這些一群黑道入黨的 你搞不好根本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 或是知道了你也拿他沒辦法 然後再加上後來 來記者會講了什麼 立委補選跟罷免的那個記者會 然後呢就是一副草包樣 就你們現在這個框上這個畫面啊 好像不知道自己要講什麼 然後講說什麼 我以為大家今天會關注的是 總統的襪子 你在講什麼東西啊 然後不斷舔嘴唇 我所有朋友都講說 他是不是有在哈 哈什麼東西啊 這可能要問一下謝和璇 會比較了解 是不是真的比較會口渴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腦袋是空的 然後呢這個神色又非常古怪 就是現在的吳一農啊 他從2020年當時的 就是出場的時候 就已經不爭執了 他就是 大家回想一下 2020年中山區 在這個選區當中 吳一農的看板 他有講什麼事情嗎 沒有啊 他全部都是綁著下架吳思淮啊 好像他在跟吳思淮 一對一做對師 他不是在跟蔣萬安選 好像在跟吳思淮選 他就是這樣子出來的啊 就是他本身空的啊 他就搭著這個順風車 搭著蔡英文的順風車 然後呢經過精心的公關操作 然後結果你回頭去看 2016年蔣萬安第一次 在這個選區選的時候 他們選票是沒有過半的 他選票是沒有過半的 就是另外一位第三勢力 加上民進黨加起來 是贏過蔣萬安 那兩位加起來是過半的 結果第二次選 即便在那麼不利的情況之下 蔡英文總共拿到 56% 57%的選票 然後吳英農是45% 蔣萬安在這邊一舉過半 所以說吳英農真的有強到這種程度嗎 在那個時間點 2020的時間點 他都是這樣子 他都是這樣子 所以說你說他真的有這麼難打嗎 其實我覺得也未必啊 那就是看 就是看接下來選戰怎麼打 倒是我覺得大家不用覺得說 哎呀好可怕 沒有那麼可怕 那當然其實這可以理解 在第一時間為什麼 紅衛議員呢 立刻就說他不選也不能選 因為他 我是覺得啦 就是那種2018年韓國瑜 落跑魔咒 那個東西會回來你知道 所以 畢竟你剛剛選上就落跑這件事 那當然 國民黨說了很多很多原因 然後很多人也覺得說 落跑根本是個假議題好不好 這個你當選立委之後 你做的服務呢 才更多 你才能夠服務更多的人 但我先問凱翔 就是說 你畢竟落跑這件事 你要對選民有個交代 有辦法說服選民嗎 當然有辦法啊 而且我不太認同 用什麼落跑這件事情 因為這叫代職參選 落跑是一個 你已經對這件事情 有一個價值判斷 你認為它是不應該的 但是問題是 代職參選這件事情 有很嚴重嗎 這個照理來說 我們都期待說 我們的民主社會的本質 就是我們讓優秀的人來 然後呢投票給他 讓他去從事這個問政 或是從事擔任行政首長 所以照理來說 優秀的人 我們會希望他一直都有位子做 所以代職參選這件事情 不是很正常的嗎 剛剛結束這場 剛剛結束這場 九合一選舉當中 藍綠不是都有 這麼多人代職參選 甚至白銀的 民眾黨的也有很多人 代職參選 那那怎麼了嗎 那怎麼了呢 那你說什麼 哎呀這個因為這個 這個才剛剛當選 剛剛當選這件事情 是王鴻輝 然後就要去選立委 是王鴻輝造成的嗎 不是啊 那是民進黨的 控制的中選會 用了一個奧卜 過去從來沒有這麼閃電的補選 像是黃國書的狀況 像是何志偉的狀況 他基本上都是 都是可以大概就職之後 大概還有一兩個月的時間 一兩個月的時間 讓整個情緒沉澱下來之後 然後進行補選 但是民進黨是刻意的 用這麼快的方式 突襲的方式 第一個 他是希望用突襲的方式 造成國民黨的正腳大亂 這確實 現在看起來 似乎是有一點凌亂腳步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他希望把每一場選舉 都給孤立起來 他不希望南投縣 許淑華這一席立委 跟蔣萬安這一席立委 同時選 因為同時選 就比較容易聯合造勢啊 然後他比較難 集火攻擊 某一位國民黨的參選人 所以他就是希望這樣子 所以他把這個初選的時辰 調到這麼前面 所以你講說 才剛剛當選人被就職 就要去選立委了 這叫怪中選會啊 過去沒有這樣子 沒有這樣子補選的啊 所以這是民進黨奧博 結果你去責怪 在奧博當中被迫出戰的人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 那我也不能說 這節有一些討論 就說那你國民黨 都沒準備 沒提前規劃 能這樣怪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沒錯 可是問題是 國民黨在九合一大選當中 終於重新在八年之後 收復了台北市 那你有什麼好抱怨的 難道還要抱怨什麼呢 你說你說立委補選 沒有什麼好抱怨 你都已經光復台北市 然後立法院 然後市議會過半了 你還要抱怨什麼 我覺得這也挺無聊的 你講說什麼 蔣萬安你如果在選前 就開始佈局這期立委補選 人家可能又會講說什麼 你是怎樣 這個你到底是不是怕輸啊 怕輸在留後路了是不是啊 這不是有無聊嗎 當然我對於蔣萬安請辭的時程 我是有點意見的 我覺得你 你在你請辭的那個時候 那個時間點 你的民調都已經穩定領先了 你幹嘛乾脆就跟黃偉哲一樣 做到12月25號就職當天 再自動的就是立委 就是立委資格再交出去就好了 有什麼關係呢 這些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但不管這件事已經發生了 所以我不覺得落跑這件事情 是很嚴重 我覺得他在民主社會當中 這沒什麼大不了 代子參選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標準是一致的 那你說你要拿韓國瑜狀況來比 韓國瑜狀況純粹就是因為他真的 他真的就只當了三個月之後 就因為那個當時的情勢 他就開始準備選總統了 讓很多的高雄鄉親 覺得說我16年了 民進黨執政16年了 對你這麼高的期待 結果你屁股還沒坐熱 你就準備去選總統 所以情緒過不去 情緒過不去 所以造成了後面那樣的結果 王鴻衛在這邊當議員 當了16年了耶 他當了16年了耶 那所以要怎麼樣 你要你期待是說 這麼多人勸進他選立委 但是不管你2022選上 你給我先當到2026 一天都不准跑 然後在家裡面休息兩年 再選2028嗎 這也不合理啊 對所以 你講到韓國瑜 陳其邁也有骨槍喔 他針對這個王鴻衛 他說都還沒有就職又參選 我覺得主席不要了啦 陳主席賣啦 你等到再過幾個月 你沒有一堆的一堆的議員 可能要轉戰立法委員的 各個代職啊 所以這樣子 炒這個有什麼意思呢 重點是回到選舉的本職 就是王鴻衛 適不適任去立法院 當這個立法委員啦 跟他的對手 吳英龍兩個人相較之下 誰比較優秀 誰比較適合而已 代職參選 或是說你要叫他落棚 根本就假議題嘛 這麼多人代職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啦 不過因為真的是在地方上 有很多人是講說 因為這個王鴻衛 你說在松信區 他其實他已經經營很久了 而且他在當地 事實上有高知名度了 那在地方上呢 也認為說 他老早就該當立委了 所以也非常樂見他投入補選 這是來自機場的聲音 那我們說剛剛凱央有特別提到 藍綠都一樣 誰也不要說誰怎麼樣好不好 何志偉嘛 2018年當選市議員之後 2019立刻投入了 台北市第二選區的立委補選 補的就是姚文哲的位置嘛 黃國書那這次被大家提起來 那就直接就拿來類比啦 就是2014年當選市議員之後呢 他2015年也是投入了 台中市第六選區的立委補選 那補的就是林佳龍的位置 所以呢這個部分那當然就是 綠一定是這樣打 怎麼打都還是說你是落跑 可是這個東西 你看起來對 你說人家落跑 那你們自己呢 那自己已有先例了啦 這怎麼講 落跑第一個 你離開那個地方叫落跑 第二個 你辜負了當時投給你的那些人 叫落跑 洪威姐還是在同一個選區 他只是跨到中山去 所以未來他的服務範圍是沒有變的 只是服務升級而已 服務升級 對 服務升級而已啊 立法委員因為小選區制的這個 實施以後 立法委員跟我們四議員跑的 通常是一模一樣的耶 一樣婚喪喜慶 一樣通通要跑 電纖桿低下化 也是立法委員要出來啊 所以洪威姐並沒有 拋棄他這個選區的 這些選民的服務 他只是加碼到中山區而已 他只是加碼他的問政 跟監督的對象而已 台北市有多少市政 需要中央的協助 需要包括那個時候的疫苗 對台北市的不公平 我們需不需要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去監督 包括我們捷運環狀縣 所需要的這些預算 需不需要立法委員 在議會去幫我們 立法院去幫我們要 所以他哪裡有落跑 他哪裡有拋棄台北市民呢 真正拋棄的是誰 不要說什麼啦 你們都忘記林治堅了嗎 建議施簽 變心拋棄 他還直接他是父母官 他這個叫地方父母官耶 他是有行政權的耶 他跟他的副市長一起辭職 落跑去參選耶 那這叫什麼 那陳其邁你還敢講話 你們高雄市長 民進黨的高雄市長 有誰當滿任期的 謝長廷沒有 陳菊沒有 有誰看到院長看到秘書長 包括看來看來 趕快北上拋棄高雄市民 你們這叫地方父母官耶 陳其邁你會不會坐滿任期啊 你敢不敢在這邊說 未來不管是什麼院長啊 副總統的搭檔 你絕對都好拒絕誘惑 你敢不敢先講你自己 因為你們民進黨籍的高雄市長 沒有一個坐滿任期的 包括連現在的行政院長蘇貞昌 你當時也是拋棄台北憲民啊 你也沒有坐滿任期啊 你們講民意代表要坐滿任期 坐好坐滿 拜託高佳瑜是議員選立委 吳思堯是議員選立委 何志偉是議員選立委 那是要怎樣 本來就是這樣 我們接受民意然後去監督 同樣的民意再次肯定我們 那是肝意有什麼何肝呢 這個陳其邁說 要去向選民解釋 是啊 我們會向選民解釋 但我們不需要跟你解釋 你們自己民進黨 好好的去跟過去的高雄市民解釋 好好去跟新竹市民解釋 為什麼新竹市這一次 寧可要一個空降的高環 也不要一個你們說 長期在這邊服務的省會 因為誰知道你會不會哪一天 又再次拋棄我們 一次雙拋耶 雙氣耶 政府市長都走了 所以當時洪威姐就已經料到說 民進黨會用這個議題來攻他 那他為什麼會陷入天人膠上 他為什麼第一時間會先說他不要選 就是因為他信守 他尊重重視他鬆信選區的 這個25000票 所以他第一時間是不要的 可是問題是為了小我 他可以不戰 他可以現在又開始準備休假 好好的輕鬆一下 好好的休養生息一下 他沒有差他還是市議員啊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為了整個國民黨的選情 為了台北市的這個席次 為了這個未來台北市 還要爭取很多預算 需要中央的支持 所以他必須要戰啊 這場戰爭對他來說 是多增加的負擔 而且只有五個禮拜吧 對啊 可能要更正一下 何志偉當時不是市議員 對他先持他讓鍾佩玲去 對他接班他的嫂子 已經去接他那一席議員 所以我們一馬說一馬 所以我們稱讚一下何志偉 所以我覺得今天 民意代表跟縣市首長 本質就不一樣 縣市首長你對於全市的市民 你是有承諾的 可是你看他們都是直接 這個城市拋棄 他們是拋棄整個城市 去另謀高職 跟城市美沒有什麼兩樣 但是洪威姐他是民意代表 而且他在幾乎是原選區的地方 接受原本的選民的考驗跟支持 如果今天北松三的選民 不支持他的話 說真的他也沒機會動算 那民進黨真的有準備好嗎 也沒有啊 還不是又是吳英東 剛好戶籍沒有簽 就直接又是他了 是有準備好什麼 吳英東是有變得更厲害嗎 我就之前就講了一個笑話 不過也是真實的狀況 就是在選舉 市議員選舉的過程 有一次我在東虎市場 那我聽到 居然聽到像那個義和團 這樣有一對的聲音 壯闊台灣 壯闊台灣 這樣一路這樣聲勢這樣 那沒喊別的嗎 就只有這四個人 對 我想說發生什麼事 然後旁邊就有阿姨講說 有贏農啦 有贏農啦 來把江志明走算 那我就想說 那你的走算幹嘛 要言辱喊撞過 可能不是要言辱喊江志明動算嗎 對差不多了 他一對浩浩蕩蕩這樣 從市場掃過去 然後就撞過他 我想說會心什麼事情 也不是喊江志明動算 拜託支持江志明 所以難怪江志明就不幸的 所以像這樣的候選人 像這樣的候選人 有一次我去上一個節目 那個主持人是支持吳英農的 他就一直在那邊說 那吳英農初次參選 就給蔣萬帶來 這麼大的壓力 蔣萬是你們明日之期 blah blah 講一道對 那我說好 我對那個選區不熟 那自然你支持吳英農 你可以告訴我 吳英農在那個時候 然後提出的政見是什麼嗎 我們比方一下 他跟我講說 他肌肉很發達 我說好 那還有呢 他回台灣當兵 我說好了不起喔 然後還有呢 政見呢 壯闊台灣 這個就是吳英農 壯闊台灣是不是 吳英農那個時候 給大家的印象好帥 很多人當農夫 想當農夫 想去摸一下他 那他就 在基層好好的服務 好好的去展現他的帥 然後他在當市黨部主委 那是一個民進黨 何其重要的位置 給一個完全沒有 贏過選戰的人 沒有民意代表 沒有選戰經驗 有選戰經驗 沒有勝選經驗的人去擔任 不就是小英黃成國 在背後出力嗎 結果你看他的這個 市黨部主委任期裡面 到底立下什麼戰功 沒有把灰頭土臉吧 就是留下一個很可笑的影片 我忘了我要說什麼了 總統的襪子 這就是吳英農 大家現在對他印象最深刻的 在立委選舉就是帥 壯闊台灣 在當市黨部主委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他去注意小英的襪子 然後旺池 那說真的我就在臉書上說 那其實他是小英男孩 他應該最該做的工作是 入總統府嘛 這樣就可以跟小英每天討論 襪子今天要穿什麼 對不對 還可以討論如何一起壯闊台灣 所以我覺得這一席立委 有一個最險犯的方法可以解決 也不用花五個禮拜 吳英農 王洪威 直接來一場電視辯論 直接來一場誰有料誰沒料 是是是是要被檢驗的 大新聞大爆掛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開啟小鈴鐺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聞大爆掛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 不知道就知道 你是二人來煩惱的人 不要沒辦法 可以按燈 這樣了 此時 我又來了 他 上萬一 它